《新台藝術圈》 其實挺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香港藝術圈大約在10年前 是被人家說全都是畫畫的 突然間在過往的10年 出現了一群年輕的新一代藝術師 利用了很多螢幕和複製的方法 去表達自己想說的 婷婷是挺特殊的 這次展覽也會看到 她對她的畫從小開始產生了興趣 所以她的路跟其他藝術師有少許不同 這次的展覽要參差 是因為我看到很多小朋友畫畫時 一些不同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她們有很多不一樣的個性和特性 其實她們可能有不同程度 有些會接收得好些 有些接收得不太好 很多時候我自己看會覺得 她們好像是一個不同的時區 有一個時差 不是她們發展得有甚麼不好 只不過跟隨著自己的步伐 自己的時區去發展 所以其實有很多作品 都是反映了這種不一性 例如有些可能不是直接說到的 例如是一些草堆 就算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草是一塊塊一塊過的一個整體 但其實每一條條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其中一種 反映它們的不一性 Anfante是influence 在法文裡面的第一身雙性 我作為查詞人 這個概念其實某程度上是 畫家鄭亭挺她自己的一種自術 展覽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兩個主題 一部份就是她在幼兒教育的經驗 對著小朋友 在這個經驗裡面 她反思自己小時候是怎樣 所以Anfante就是以一個第一人稱的方法 去講述自己的故事 其實這次的畫面就叫做面對面 這個面對面其實是我自己 跟我小時候的面對面 這個面對面是因為我在這本畫面 會放了很多我小時候 找到的一些畫畫的公仔 以及可能是我幼稚園找到的一些照片 其實那些公仔或幼稚園的畫面 其實我都不太清楚為何有時候會是 這樣畫的 或者是怎樣呈現的 很多這些儀畫之下 我很想透過現在自己的手 然後再有一些回應 是聚返給她 所以就有這個面對面 這次K11 Art Foundation 就給了一個展覽機會鄭亭挺 這個可以拉闊了鄭亭 在平時畫廊的一個白紙空間裏面 一些比較奇怪的障礙 第一個就是想婷婷在這個展場裏面 做一些她平時在白盒子畫廊裏面 即是在白盒子畫廊裏面 不會做到的東西 還有試一下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表達她對繪畫的不同的面向 例如我們會有油了顏色的牆 我們會將展場定成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等等這些都是一些她平時 不會在畫廊裏面 不會那麼輕易做到的東西 其實這次K11 Art Foundation 都給了很大的支持 我們這個展覽 因為不論是籌備方面 或者建立一個主題 還有最重要的是 跟拆展人可以有這個平台 作為交流 看看我怎樣分享我的意念 給她知道 還有給觀眾知道 其實這次的展覽 會用到很多媒介 不同的媒介 其實又可以說是一個新嘗試 但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我自己一向在做的不同的嘗試 因為怎樣說 其實這次做的一些 大家可能觀眾未看過的 譬如是剪貼 譬如是頭影 或者是板畫 其實這幾類的媒介 我過往也有做過 也有試過 也有學過 但有時候 基於未必每次的展覽 都可以展出這些作品 所以也很想感受一下 不同的質感 給大家看是怎樣的 其實我自己的創作主軸 都是配畫 其實我想透過 好像這次大家的展覽 看到有不同的嘗試 可能在不同的質感裏 再填補 可能在畫畫裏 有時候一些盲點 或者一些未看清楚 怎樣做的方向 其實我們現在 Content Pair 裏面 有一個說法 叫做Image Making 其實繪畫 有其他在medium以外的方法 不一定要在畫布上繪畫 這個是作為一個畫家 在二十一世紀 能夠探索這些新的方法 這是對婷婷的發展 是一件好事 是5名字在畫面 要啟發展 是5名字在插畫 是5名字在裏面 與試圖交作 是5名字在裏面 接著是5名字在裏面 是5名字在裏面